这位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向来我觉得她的形象还不错 一头白发 看起来非常优雅的一位女士 她也非常非常的专业 那她在这个智库演说的时候 当然不可避免 她也谈到了这场俄乌战争 但突然之间 这位专业的这个财长 这个讲出了很多 政治性的一些谈话 当然了 这个矛头也是对准中国大陆 我不知道 当然我们台湾也是 台湾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官僚 比方农委会也好 比方说我们的外交部也好 谈的常常也不是外交跟农业问题 谈的也是政治问题 台湾是这样 所以是不是用这样的心情 去理解叶伦今天的讲话 他说什么呢 热切期望 中国能够从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 来说服莫斯科结束冲突 第一个当然是好的 我希望中国大陆来帮忙 来帮忙指战 OK 然后来咯 中国如何回应 很可能影响世界 对中国的态度 以及其进一步 经济融合的意愿 这边轻轻的胡萝卜跟棒子 这边轻轻的拿出了棒子 也就是说你中国的回应 如果不如预期的话 跟你所谓的经济融合 经济合作 各方面的这些经济上的一些 正能量恐怕就开始没了 这个棒子出来了 警告中国 不协助终止战事的话 将要承受经济的后果 那谁再不协助终结战事 之前大家新闻 如果看得仔细的话 都觉得以美国 欧洲等等 西方国家此刻的作为 就是不希望这场战争早点结束 但现在这个责任都归中国 就是因为你们中国不帮忙 所以战争不能够结束 然后接下来这段话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捞过戒 因为他是财政部长 他讲什么呢 如果中国不尊重乌克兰的 主权跟领土完整 因为乌克兰是一个独立国家 没有错 中国不尊重乌克兰的 主权跟领土完整的话 就很难期望国际社会将来 遵守北京方面提出的 同样诉求指什么 我们台湾人当然知道 不用法新社讲 我们都知道 指的就是中国非常坚持 对台湾的主权跟领土的完整 所以一开始我就请教一下 这个介大使 叶伦讲着讲着 讲到了主权 他是财政部长 这个财政部长怎么搞的 突然把这个主权 往自己的身上揽 然后讲出这段 非常非常政治性的一个谈话 我想他这个是 整个美国拜登政府的 一个配套中间的一部分 他这次就由财经的重量级官员 出来喊话 这个有几重目的 第一方面就是说 对中国大陆做警告跟威胁 那么另外一方面 也对于现在的俄乌战争 他继续还是逼着中国大陆 跟着美国走同样一条路 所以我请大家投下票 你觉得美国财长 要抢大陆主权问题 合不合理 还是说超越了他的权限 这个其实是超出他的权限 可是我觉得他讲这句话 通通是美国拜登内阁的整体的 一个整体的设计 这个内容也是我觉得是一个 代表拜登政府的一个立场 他现在要借诸叶伦之口 因为叶伦是财经重要级官员 他手上掌握很多财经的武器 所以由他来讲 来加强这个话内容的分量 这个是代表目前美国政府 拜登政府的立场 美国一直就是要把中国大陆 跟俄罗斯在这场俄乌战争中 划上等号 虽然中国大陆跟乌克兰 相隔10万8千里 可是要把中国大陆 就要硬拖下来 另外也要把美国 对中国大陆的 手上抓的一个杀手舰 也就是台湾 那么美国掌握台湾牌 在这个时候再拿出来 做对中国大陆的 一个警告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连环的 他们这个设计的 非常非常的扣得很紧 所以介大使你有没有发现 开打到现在50天 中国大陆被Q到的次数越来越多 感觉上对美国来讲 是不是反正俄罗斯 这个制裁已经启动 不管这个制裁效果如何 但是全世界目前看起来 俄罗斯就是一个最大的公敌 俄罗斯当然掉到这个坑里面 对他们各方面国力经济 真的是造成很大的打击 所以美国现在好整以下 另外一个目标出现 这是一个比俄罗斯更大的一个目标 对这才是真正目标 对中国大陆是真正目标 所以你同不同意 到今天50天 感觉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中大战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我觉得也都预作伏笔了 超前部署 所以从里面呢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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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